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我今天被一個美女盯著看 這個美女超可愛的 這最近非常非常夯的一部 《集到千金》 網路最近熱搜的就是這部片 我們請到一二一 哈囉 很開心可以來這裡玩 一起玩 一起聊天 妳的個性就很像《集到千金》裡面的 那個《千金小節》 那根本是本色演出 對 好多人會這樣講 但其實 其實有點 因為我本身喜歡 也有追星 但是我沒有妮安琪這麼瘋狂 所以當我在詮釋妮安琪的時候 其實蠻 我告訴我自己要把我的理智性解斷 不然我沒辦法很舒服的表演 因為像妳 先前我看到妳的上一部作品 其實在某一個恐怖片裡面 對 對 我覺得那就跟你本人不是很像 因為我真的看 妳本人真的超可愛的 她剛來就是一路這樣很活潑 然後傻大姐 傻大姐的這樣子 對 在詮釋上來說 比方說那個很兇惡的部分 這個之外 妳後面也有很重的感情系 所以 我就把自己那個比較 原始的狀態拿出來使用 我其實 其實 沒有太多 因為 我記得第一次我碰到導演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這個要很霸氣 那我就直接 就罵她 就是直接黑到千金 就上身 這上輩子 肯定是BG Beer吧 我怎麼會看到妳 很開心的冒泡 BG Beer 看劇好搭檔 不愧是我老公 我決定了 這下啤酒 我全包了 處理 都沒錢啦 都沒錢啦 阿貴 不對 我才 可能才獲得這個角色 或是導演 完全沒有 可能 我都知道 五字啊都有啊 那其實 你為了這部戲 你覺得做滿多 看得出來 你一定有做重機的訓練 然後用蝴蝶刀 還有開槍 甚至還有一些動作伸手 應該做接受滿多的準備吧 對 當然開拍前 我們有做了非常多的訓練 因為 我們動作導演四號 他就是得金馬的那個 揮拳的時候 你不用保護自己 因為你就是你的眼睛 誇張一點 大一點 那小時候 我爸是踩健座教練 真的喔 對 所以我以前 對我真實生活中 就是已經有 練過一些拳腳 然後 剛好小時候我是前進隊 然後我國中又打 排球 剛好我打籃球 可以幫助我這裡 集到這兩個字已經 做了滿多的準備 那你騎重機跟騎摸飛 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趣事 你本來就會騎 其實我是為了這個 才去考駕照的 我剛就在想 因為我爸不整我 對 我那時候其實 我騎那個Gogoro的時候 我都嚇死了 我說 怎麼辦 然後其實我還要裝得不怕 但是 因為我只有汽車駕照 我沒有機車駕照 因為我爸覺得 開車比較安全 我考兩次才過 沒有第一次就過 你還要載人 對 我完全謝謝那個 他敢給我載 還有就是裡面的崇拜偶像 這種事情 你小時候真的有做過 這麼瘋狂的事嗎 乾天 你是不是他的名媚 為了他才進來的 怎麼可能 安琪喜歡你 很喜歡很喜歡的那種 我的現在的牆壁裡面 也都是一些海報 我的海報有 一張柯博文 我覺得變成這樣 柯博文很帥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還有 就是 恰恰 孔正銘 打棒球 我從 我喜歡他世界 小六的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我之前都在那個位子 就是 那一區 因為跳他手右外野 我每天就是 又是都來那邊 趴著這樣 他23號被影這樣 然後我開始傻笑 因為他就在 離我比較近 比較好處 你有他的抱著嗎 有欸我特別去買一個 放手抱著 我去給他錢 然後我也是每天抱的 所以 你會像劇情裡面一樣 就是去想像 自己跟偶像做什麼事情 你小時候有想過最瘋狂的事 我想當體育記者 就是因為 他 我念的是新聞系 那我一直修很多體育的東西 其實就是為了我想當體育記者 想要接近恰恰這樣 對我想要去訪問他 天啊 恰恰跟妙是不是應該很開心吧 這樣子的美女記者 那後來去開球之後 第一次我沒有跟他講到話 因為我不敢靠近他 就如果你跟我 你是恰恰跟我的距離完全就是 我不敢看 我不敢動 所以我有第二次開球的機會的時候 我就鼓起勇氣告訴我自己說 我一定要去跟他講話 我就講了一些很奇怪的話 什麼 什麼 可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頭上嗎 因為我那時候戴那個 打棒球的安全帽 然後我覺得我想要跟他離近一點 可是我不敢 我覺得如果他手放在我頭上 我會覺得很開心 那你在拍這部片的時候 跟怡豪有沒有什麼 因為其實 等於說你在劇裡面是怡豪的迷妹 但是實際上你們可能就是 像好朋友一樣 你自己下來有沒有什麼趣事 因為聽說你很會爆他的料 我們的趣事太多了 在我們還沒有開拍之前 他也姓劉 我也姓劉 我就覺得很有親切感 然後默契就不知道哪來的好 就非常好 是怎麼用啊 哇 立雲也剪了 哇 因為我頭髮定妝嘛 然後他就幫我 我頭髮那麼長 那我要剪掉 我真的剪掉 後來幫我剪頭髮的時候 蠻開心的 因為我有卸下他的那個 把他的那個 帥哥的樣子撥開 我覺得他臉外面很可愛 讓大家看到啊 所以他幫我剪頭髮的時候 他說的最好笑的一句話是 欸你會痛嗎 你會痛嗎 然後剪頭髮會痛 那一半都會痛 就很好 我現在就很可愛 不會 不會 誰會剪頭髮會痛啊 但你們在拍感情戲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後面有沒有 就是如果有些比較親密的時候 你們會笑場什麼之類的 其實意外的順利 我覺得每個敬位都非常順 很自在很自然 反正是那天前幾天在記者會的時候 突然要閉上 我整個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那時候我的狀態 還沒有調到妮安琪狀態 而是我 我們平常在那邊打打鬧鬧嘻嘻哈哈 鬥來鬥去鬥嘴什麼的 突然間要 那麼認真的要壁咚我 我就一直笑場 然後他看到我笑 他又想笑 所以就是開啟了一個笑場的狀態 可是在拍的時候完全沒有 對 《性格》 為什麼封日 這部片裡面其實你還有學習開槍 那是真的有訓練嗎 有一天我們在動作訓練的時候 就是也有訓練的 除了拳腳以外就是有練腔 因為我的上堂方式是 我現在就是要讓你再回到那個劇中 然後讓你玩一些有趣的遊戲 就是以豪啦 哈哈對不起 我很失禮的笑容 因為前幾天他都一起在宣傳 但謝謝你來 謝謝喔 爸爸 對不對 然後我也愛他 這也很重要 對我沒有辦法沒有他 然後這個蓋起來 比較喜歡爸爸 好 然後這個角色 我要請你順便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就是有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這個角色的小時候是一個 就是肥肥的小孩這樣子 但是長大後就變得高清帥 對所以我看到他的時候就 還是叫他小胖 因為他以前很胖 哈哈哈哈 哈個屁啦哈 是誰跟你說話叫你胖子的 你啊 你看到他會有點心跳 Oh my god 哈哈 欸我快給我了 這是放旁邊 哈哈就只有那一個 對就這樣拿著 聽說你還不只喜歡恰恰 你還喜歡 在國中 國中喜歡 對因為那時候他們就是很 就是一定要看他們的節目啦 聽他們唱歌 才有辦法跟朋友聊天 所以你的真愛其實是恰恰 真的 就5566就是 不會啦 還是喜歡啦 但是 這一位呢 這個直接放到旁邊啦 他在怪物那時候被我殺死了 過年有時候碰面還會一起去喝個 什麼葡萄牛奶啦 還是聊聊天 對對對 感情也很好 對 那這個你才剛剛拍完戲的 喔 喜帆 哲哥我想你喔 好久不見了 還是加油 他現在應該也是在 其他劇組裡面狂嘎 沒錯 喔好帥喔 對 對不起 突然欣賞了起來 你覺得這哥比較帥的恰恰 不一樣 沒有 不一樣 很難決定 都要 都要 果然是很貪心 對 我很貪心 那這位呢 這位也是很花心 而且這什麼人啊 哇好多喔 對啊 人生中怎麼 如果那麼多男生可以選姐 太幸福了吧 我要什麼 什麼 好 好 很讚 那我一開始就要問了 如果你今天要演演戲的話 你想要挑哪一個 我 他會拍戲嗎 他就是神的等級 所以我不能侵犯他 對 對他 對我沒有辦法 那這樣子你覺得 誰是你可以侵犯的 他反正都親過了 想到這件事 就是我跟他拍的時候 其實我特地有挑選護唇膏 因為我覺得 如果不同的鏡位拍 可以有不同的 不是不同的味道 那個 就是不要 都是我的口紅的味道 我的化妝師說 就讓我擦護唇膏就好了 至少他吃的是天然的 不會傷到他身體的 的一些東西 就是我幫他就是 比較養生一點 天啊你也太貼心了 連這個都會想到 這樣子我們就來個情境題 假設你現在就是 要跟他演吻戏了 但是背後 有一堆黑道要追殺 但是你 很急著要跑 然後要跟他決別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跟他決別 拉著一起跑啊 跑到一個角落 就要親啊 那姜佛你會怎麼樣親 所以我現在要親他 可以啊 那你想要我親呢 你想要親他嗎 我不想 我不想 我要親他就是他 最親感的部分 哦 是哪裡你覺得 他的生機很漂亮哦 哦 直到星星都看得到就對了 看得到這些什麼都看得到 心想才是愛他的位子 怎麼突然就有點想笑 啊 怎麼辦 對不起 她咬 我真的看了 就想笑 沒有辦法啊 妮安琪 有陳映耶 好冷喔 天啊 好 這個我們要高架瘦出 這樣我應該親他牆了 在那邊 莫迴了 而且這樣是褲子是白的唷 褲子的位置有點尷尬 對 妳可以再補一個 真的嗎 好 馬上 那我親他的 親他的手就好了 我會怕親 需要補口紅嗎 我會非常用力的親他 喔 煙 生了許多 哦 欸 妳的眼神都變愛心了 如果妳今天吃中機 或者要在誰 我想要被恰恰在 什麼都在 重機喔 對 我什麼都在咖 怎麼辦 重機要在誰 在我爸好了啦 爸爸在家等著妳 帶他去兜風一下 因為年紀 我小時候 不是 在你安琪角色對他太壞了 你是我妮坤的女兒 兩大幫派結成一家人 勢力加倍 對啊 他在真實生活中 你會想要帶你爸爸去走 會欸 會會會 我跟我爸的感情非常好 下一個問題要問你說 那如果 那如果 那要是一個 進行的媽小誰呢 那是 九花刀嗎 沒有啦 不行 他當我助理會一直笑 我沒辦法考慮 那這個好了 這有五個馬 那你好死怪 那真的有道理的嗎 對啊 這全部嘛 好 那如果要借錢呢 他吧 你是發生什麼事啊 但意思就是說 他那個口袋很深 我相信我對他的好 他一定會 推報給我的 會偷拍嗎 偷拍喔 偷拍 那他啊 當然他啊 他那麼暖 嗨 現在好久不見 我根本不在意安琪跟誰在一起 我只在意他快不快樂 因為他是打棒球的嘛 本身他是打棒球 那我很喜歡棒球 所以我們碰到的時候就 其實就有一種 青梅竹馬的感覺 話題很好聊 他就很謝謝我說 很謝謝你支持棒球 當然是他啊 選那個貓箱 欸 可是我下一個要問你說 那如果是誰的話 也都是他嘛 對啊 男友就是會進階層 老公跟男友都是他 但只有吻戲是 易豪 因為他就是唯一裡面這些人 就是有拍過吻戲 比較不尷尬 對 那我猜你主張戲 應該就選他了 呃 對 因為我們也有一些東西 就是他給我很多安全感 所以 對 我也很想要選他 對 我正想要問說 那秋澤你都沒有覺得 什麼東西是適合他 你深夜啊 說那個想要找人聊天 你會想找誰 會想找誰 欸這個其實也可以欸 可是 這種比較 平常的話題就會比較 比較開心日常生活 啊這些也是啦 但是他是比較會給我鼓勵跟 呃告訴我該怎麼樣 在這個 這個行業 他給我很多 幫忙 啊這位就是 呃 不知道 什麼都可以聊 手透了 可以聊的不可以聊的 什麼都聊 就是欠揍的 真的啊 欠揍的也是他回來 因為他真的是 今天什麼劍法都是他 不讓咖 他一直說我很奇怪啊 但他自己才奇怪 哪裡奇怪 不要 不要感到不好的 哈哈 所以欠揍的 你覺得也是他 不會覺得一個不熟的人欠揍 今天非常謝謝逸兒 謝謝 對啊 我覺得那個 逸兒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幕後趣味的東西 那總之就是 集到前景繼續看下去就對了 還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值得期待的呢 我覺得這部片就是很 很有趣的地方就在於 它是一個 你會 可以大笑 但你後面也可以大笑 你以為只是這樣子而已嗎 就是很 哈哈哈哈好好笑喔 但是你會 後面你才發現 有那個衝擊 因為他有親情啊 友情啊 愛情啊 意氣啊 動作 所以它是一個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很多演出 中了在一起 但不會很突然 然後會很開心 對 謝謝 欠揍 謝謝 希望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 第二季再上線 然後大家趕快去那個 那會敲 敲完 繼續敲 繼續敲 敲完 繼續敲 明星跟黑道的結合 就等於是把不能見光的黑道 攤在陽光底下 乾淨 不要 你要下車嗎 對不起 不要 當故事演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快到結束的時候 我們是演員 我們就是乖乖演好自己的戲 然後乖乖地演到結局 就這樣 什麼 我們還會遲到 在運托 用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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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